河南建业暴冷2比0击败北京国安 这样一来,建业的基本追凭重庆与泰达,一来到了28分 本赛季中超保级形式,进入到了真正的白热化 建业绝处逢身后看到了希望,因为下轮比赛重庆与泰达直接碰面 北京国安自丢掉了争冠主动后,赛中超开始乱七,各种对手都敢输 此时河南建业碰到这样一个没有魂的国安,可以说是相当的利好 当然球队也把握住机会,2比0干净利落拿下了三分 爆出了大冷门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保级的机会 中超27轮比赛过去,重庆思维,天津泰达以及河南建业都是28分 现在只能说重庆思维稍微占据优势,因为他们直接交手战绩最好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重庆思维与天津泰达下轮直接碰面 究竟是一支球队31分,另一支球队停留在28分,还是两支球队29分 无论什么结果,最开心的是河南建业 因为河南建业下轮比赛对镇上海生花,有望在积分上超过两支球队之间的一支 甚至是两支,当然,河南建业此番绝处逢生 不代表他们面对生花就能赢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一直拿分 这样便可以摆脱深入宝吉尼泰的压力 现在难题最大的或许是天津泰达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下轮对镇重庆是客场 而且最后一轮对决恒大也是客场 最后一场比赛几乎很难拿分 好消息是,重庆在第二,九轮也要打恒大 如果两支球队都输给恒大,那么这场直接对决 或许会决定两队的命运 至于河南建业,他们迈过国安这艰难的一关后 局势大好 当然,29分的广州复利 包括31分的天津全线旅长春亚太也不能再慢 因为一个不小心,他们也可能陷入宝吉泥潭 尤其是复利,他们目前只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接着你的 connect,不放松 接着你的音乐 接着 CGT Hberg 接着 接着